我為我五分鐘前的我道歉 我跟你講這兩個我可以用文的分數嗎 請給我喝水 我剛剛我現在嘴巴裡面 完全就是那個紅葡萄酒的味道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酒球 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因為我們上一集 都要葡萄酒 然後剛才問我說 我們要不要來盲測 所以我們就來拍了 下一集來盲測葡萄酒 謝謝生生 感謝生生 我多演這影片 那這個呢 是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 上完葡萄酒課我覺得 最好喝的酒 它叫Rexley 然後 它有分 甘型 半甜 跟甜的 我覺得甜的最好喝 甘型 就是不甜的 版本也蠻不錯的 然後它的產地非常的多 還有法國、德國、澳洲 那我們就盲測吧 我好期待 外面會很亂嗎 因為我剛剛拍完幾個 然後我先拿下去 這樣應該就沒有比較亂了 沒有那麼亂 然後我們要開始盲測 我自己 好可憐喔 對啊 拿鐵 拿鐵不要碰我 在什麼盲測 我不知道 他們都是怎麼盲測的 至少都先喝過一輪吧 至少知道他們的口感是什麼 perfekt Eis 只是 這兩個我 可以有汶的分數嗎 爸爸 那個屁喔 f 我準備好了 好 尷尬喔 為什麼 怎麼那麼尷尬 為什麼大家拍影片都很歡樂 我準備好了 請問 請問有誰要拿酒給我 那天 上 啊 可是我不想要拿酒 出現到我的頻道裡面 先手就好了 他又要疼像夾娃娃機的方式拿給你 這是最那邊的那一瓶嗎 你確定嗎 我確定啊 有在工作室是有一個稱號就是神之蛇 真的啊 我確定 那那瓶有什麼特色嗎 我不知道那瓶有什麼特色 你可以說一下你聞起來那時候的感覺是什麼 我就不喜歡紅酒 那為什麼我要去上課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 他還蠻順的啊 好 然後呢 他沒有那麼澀 然後還蠻好的大家肯定嗎 這不是公商 這不是 那如果是公商的話 拍那麼多久應該被那個吧 被常常說乾淨品然後違約金 所以這一堆是 確定是哪邊的嗎 我不確定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再喝一口 我覺得這喝起來就一定是紅酒啊 可是 我看得出來 謝謝 好啦我覺得是 左邊的那一個 你左邊那個 對這邊的 那個小瓶的那個 好放著吧 拿鐵下一杯 喔喔喔喔喔 對不起 我要手 喔這比較賴 喔這比較賴 這比較賴 這比較賴 這樣藏得出來嗎 不要喝水 要我要水 對不起 對不起 我為我五分鐘前的我道歉 我跟你講這兩個我可以用文的分數嗎 請給我喝水 我剛剛我現在嘴巴裡面完全就是那個 黃風酒的味道 我覺得這應該是小明的 我覺得這樣 你在對著誰說話 我在對著鏡頭還有你說話 我也在對著那個小台的相機說話 請問在哪 對 對 對 好喝 欸 嗯 這應該是 第一杯吧 第一瓶吧 這個吧 確定喔 我先按 確定 對 好 下一杯 嗯 怎麼了 我覺得一樣 你覺得一樣 我覺得一樣 確定喔 對啊 好 下一杯 嗯 怎麼睡啊 那我覺得剛剛那一杯應該是 剛剛那杯的前一杯應該是第三瓶 然後剛剛那杯是第一瓶 好 因為我剛剛我覺得就是剛剛那一杯 比較有氣泡感 然後 剛剛那一杯前一杯比較沒有氣泡感 我覺得啦 這第二杯 這第二瓶 這最後一瓶 欸 他說他要拆這是第二瓶 對 確定齁 嗯 我確定 確定 我喝都沒喝 我確定 好 放著 因為我覺得他味道太特別了 那我們下一杯 我們下一杯 我們下一杯 掰掰 來來來 這是第三瓶 第三瓶 好 放著吧 可以開了 我是垃圾嗎 我是垃圾嗎 請問 有啦 你最後答案都答對了 真的嗎 很行 耶 我好棒喔 耶 我搶了你嗎 可以再喝一次辣辣的酒 辣辣的酒 辣辣的酒 嗯 那個啊 第一罐你可以想過個碗 那辣辣的酒啊 你覺得 哪一個是 哪一個是辣的 哪一個是辣的 這一個 你喝了第二次說 感覺有點辣 好啦 那就是盲測 我覺得他們其實 你單喝一瓶的話 會喝不出他的味道 但是如果你擺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很容易分辨出他們其中 各自不一樣的味道在哪裡 這樣 這兩個都是紅酒 這兩個都是白酒 看得出來 我會說就是 雖然都是白酒 可是你喝得出來他們的口感 跟味道不一樣 就像這個 我完全不用喝 我就聞得出來它的味道不一樣 好啦 那以上就是 紅酒盲測 那我都走的 希望加入會員的人多一點 耶 那如果還沒看過我 介紹葡萄酒 就是上課的部分的人 可以去看右上角喔 我是嘘球 記得加入我的會員 然後 訂閱按小鈴鐺 留言 的對對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